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来到我们天津卫视为他而战 是为了谁来的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是为了两个没有和我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两个男人 我的男友和我的爸爸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现在的我 我才有了第二次生命 如果这个追梦成功 得到这笔祝梦基金怎么用呢 我想拿着这个祝梦基金 去拍一套属于我和我男朋友的婚纱照 我们的友情参与 见证你们的幸福 这也是我们的荣幸了 为什么说第二次生命呢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我19年2月底的时候 发生了一场重大的车祸 当时我是去给我的一考生 去上一堂公开课 在他们下课的时候 已经晚上9点多了 司机在回家的路上没有看路 在一个钉子路口 撞到了沟壁后 坠落在了沟里 我的记忆只停留到了这里 有昏迷过去 然后在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 齐鲁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了 在医生的口中得知 我的双骨盆骨折 我的底椎碎掉了 那个碎骨头 是导致我的底瞳神经损伤了 医生告诉我 我有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但是对于一个从三岁半 就学习舞蹈的我来说 舞蹈就像是我的生命一样 所以我当时的心情特别灰暗 不想再停留在这个世上 一度地想去轻生 你是给一考生做培训 对 是哪方面的培训呢 是舞蹈 我的专业是国标舞 国标舞练了17年 那已经很强了吧 对 好 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感受一下 好 先感受一下小五妹的这个风采 哪一个是你啊 中间的是我 中间的 这是没出意外之前的舞蹈视频 对 这是18年的舞蹈视频 哇 完全具有超强的 这个舞台统治力 哇 跳的一看这个很厉害的 那这个意外出现之后 等于说其实你这个是重创了 对 现在像这种国标舞的话 我已经不能跳了 我现在只能去 呃 跳一些小舞蹈 我是 有一个小目标 我一定要重新起舞 我再冲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了解 也有一些就是恢复之后的 一些舞蹈的动作和视频 对吧 咱们继续看一下 对 有的 咱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是自己拍的视频吗 不 这些都是我男朋友给我拍的 因为在我受伤之后 我的心情一直很灰暗 心态也特别不好 然后我的男朋友 他就一直在陪伴在我身边 有一次我的一批学生 他们得知我受伤以后 来医院里看我 然后在床边为我跳了 我教给他们的舞蹈 我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 然后我的男朋友呢 就把这一段给录下来 发到了网络上 没想到就火了 这个视频有几千万的播放量 有几百万几十万的点赞和评论 然后就可以看到评论里面 没有任何一句恶评 特别特别的暖 每一个人都在鼓励我 我也从这些评论里面 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我也是从这个时候 慢慢地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觉得这些都离不开 我男朋友对我的陪伴 对我的照顾 了解 所以今天就是为了他来的 对